我热烈地欢迎马克龙总统先生访华 只是你时隔三年多以后 再次对中国进行的过世访问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质变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具有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 作为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定推动者 有能力 有责任 超越分歧和束缚 坚持稳定 互惠 开拓 向上 和中法全面占领伙伴关系 大方向 实行真正的非洲主义 维护 美国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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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自私启 对我非常恩责任 感谢您的感谢出场 我许能够多特意 的交代 i我访问 你们有何后五百年多 快要六十年 我们会发现了六十年和六年 我们将中的感谢中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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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季党 未来的季党的季党 我们要求为了一个平坏的世界 和平坏的国家共产党的共产党 提供党的共产党的共产党